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不是那么直接的就可以发展成我们今天的对位技术系统 那我马上就会说什么叫对位技术系统 我们现在先说什么 我们要先给一个对比 因为大部分的观众或读者呢 可能从来没有想象过不是对位的技术系统 对位的技术系统 这个话说起来蛮复杂 好像是个很有学问的名词 其实就是我们从小学一年级到现在 每个人都熟悉的那一套阿拉伯数目字的系统 好 那我们再拿这个罗马人做例子 罗马人的这个语言上面 刚刚说了 他几乎是实境位的 但是他的文字 把他的语言落于文字来记录数 于是成了数字 这个数字却不是对位的 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 这个这个是一 对不对 这个是一 这是一个i 然后呢 这是二 这是三 这是四 所以你看三呢 他是放了三个i 放在一起呢 代表三 那如果是对位的技术系统的话 就好像是111 那么同学们只要看到111放在一起呢 一定就了解 这个不是这个 这也是111的意思 他绝对不会代表三的 好 当然如果在这边加上两个加号的话 就可以代表三了 对不起 这个字写太小了 好 那然后这个五呢 他又回到一个符号 一个v这个符号 六呢 是v再加一 六就是五加一 然后七是这个符号 然后八是这个符号 然后九 然后在我们的社会里面 我们用的是实境位 所以我们就没有真正 我们就没有实这一个符号 好 我现在就可以开始讲 什么叫对位的技术系统 对位的技术系统呢 就是假设 你想象这件事 假设你放了好几个碗在这里 然后你要用小石子啊 或者是用松果都可以啊 你要拿来技术 然后这个最下面 我们就是一律从右 从最右边的这个 这个碗里面开始装东西 就跟我们小时候学说 中国古时候有结神技术一样 我们现在拿碗里面装东西 所谓实境位就是 事实上不一定要实境位 我们就说实境位好了 所谓实境位就是 当一个碗里面装满十颗东西的时候 就把它拿掉 把它拿空 然后在它左边的那个碗里面 多塞一颗 一颗石头进去 那也就是说 这里面如果放三颗石子呢 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这里面放了 十颗石子的话 就要把它拿掉 然后在这里面 切一颗石子 就这个意思 那么这个或许对大部分的观众来说 都太无聊 这个是你们都已经知道的 非常清楚的事情 但是光是这一件事情的发明呢 对西方的白种人来说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他们在西元一千年的时候 透过阿拉伯人 才学到实境位的对位技术系统 而我们中国人是很早很早以前 2500年前 大概就在使用 实境位的对位技术系统 所以什么叫做实境位呢 就是我刚刚说的装满十个挪到下一位 是这个意思 什么叫对位 什么叫对位 就是当我把数目字写出来的时候 有这个百位 十位 个位 的这个分别 好 所以这个 这个数目字放在哪一个位上面 同一个数目字 代表的意义就不同 代表的这个加权指数 就不同 那现在我们看这个 因此我们 我们的阿拉伯数目字写十呢 就写到两位了 因为它十位数有一个一 它的个位数没有东西 我们补了一个零 但是罗马人写了一个x 它更麻烦的是呢 三十在这里 三十它写了一个 它写了三个x 四十呢 为什么出来这个符号呢 如果你看不懂这个符号 我就先告诉你 L代表五十 所以xL呢 其实是五十又扣掉十的意思 所以出来了一个四十 然后x写在右边的时候呢 是五十又加上了十的意思 这是六十 接下来这是七十 OK 然后接下来这是八十 然后这个 这个 这个cantum是一百 一百再扣掉十 反而是给了我九十 OK 这个 这一套系统是如此的复杂 你能不能想象你用这一套系统做一个简单的直式的 不要说加减乘数 我就加法就好了 比如说七十二加上二十九 我随便说个数而已 七十二加上二十九 如果要用罗马数目字写出来 罗马数目字写出来 对你来说可能都有点挑战 根据我们刚才说的那一些 你或许可以想一想了 好 七十二 我想我应该 来一张新的画面 七十二 这是七十二 那二十九呢 这是二十九 相加 我想大家想一想这个问题就想到 这个当年 是一个 这个相加在这里 这当年是一个 多么困难的问题 然后你就不难想象 在西元一千年到一千两百年之间 欧洲已经发展出来 满需要大数字计算的文明的时候 他们还在处理这种事情 还在处理这种计算 然后你就不难想象 为什么在那个时候 必须要有一个相当于 今天大学教授水准的人 才能做这个计算 那么这样的一个文明 当然就不能太 这样的一个经济体系 或是文明 就不可能太蓬勃 因为不是每一个小学生 都可以做到这件事 不是在大脑里面 就可以做这件事 因为他的计算步骤 不能说是不可能 但是相当的复杂 我不要在这边 重复这个复杂的东西 就算这么复杂 其实他们在古老的这个 用这一套系统的人 跟一些聪明的人 还是做出来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这是马上 我们就要举例子 然后又因为呢 他们没有 在恰当的时候 发明了对位的技术系统 所以其实他们 根本不能够有直视 那我就不如在这边 做一个小学生 都会做的事好了 这是个直视加法 我们知道2跟9要先相加 加出来是11 然后我们知道 那个10呢 应该敬畏在 在10位这个地方 对不对 然后7加2等于9 9再加1是10 我们就知道 应该要再进一位 所以出来答案是101 有了这一套 不但是文字啊 还有这一套算法 这一套算法 在西元1200年的时候 传入到欧洲 事实上西元1000年 就传入欧洲了 但是呢 就连教皇本人 出来呼吁大家 学这套算法 都没有效 因为可能他们 太讨厌阿拉伯人了 那一直要到西元1200多年 有一个 可能大家听说过一个名字 叫费波纳奇 费波纳奇数列 它跟兔子有关 对不对 有这么一个 在当时那么伟大的 今天看来啦 就是在当年最伟大的一个 最了不起的数学家 我们得要动用 这么一个了不起的数学家 写一本书 正正经经的 用拉丁文写一本书 教当时的知识分子 怎么做 我们今天 刚才我表演给大家看的 阿拉伯数目字 在配合直式的加减乘除运算 所以 其实我要说的是什么呢 语言很重要 然后应该说 第一个 数的概念 这个抽象的概念产生 是不知多久以前 慢慢发生的 是非常伟大的一个进步 第二个进步 语言 第三个进步呢 其实是数字 数字是要把语言文字化 第四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呢 其实就是 就是计算法了 就是直式的算法 直式的算法 可以让加减乘除的计算呢 从大学教授这一级的要求 下降掉小学三年级 那全国的国民都可以做 所以 不要忽略了这件事 在整个计算文明的发展上 数字的产生 跟直式算法的产生 还有数字的这个 对位技术系统的产生 都是非常了不起的进步 都不要忽略了